這個畫軸呢是在 他是2012年的時候 然後記得是在官方 一個抽獎活動抽到了 這個 昌之濤 的掛軸 然後這個掛軸呢 從2012年吧 沒記錯的話是2012年 一直到現在 2023年了 我才要把它打開來 掛大掛在我的牆上 因為之前在救駕的時候其實沒什麼 牆面可以放了然後又潮濕 所以這個掛軸呢一直放我的防潮箱放了差不多 差不多11年11年左右了 你看這邊這個金屬我其實 都沒有氧化 因為我都放防潮箱裡面 所以各位啊防潮箱要不要買 如果你有收藏一些 什麼畫海報啊 電子產品真的很適合 他講講多了我們來看一下吧 一段消失在輪迴中的歷史 一場交纏的千餘年之宿命 其實這個畫作我拿到的時候很開心 因為真的很精緻 現在還有沒有我不知道 然後現在我要掛在我的新家的 電視牆面上面 你知道我有多期待嗎 槍子炮 這是背面喔 給大家看一下 反正是捲軸啦 正面是這樣 有看到嗎 正面 正面這樣 畫走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其實 顏色輸出其實非常的美 我個人覺得超級美 不會太近 然後上面就是這個 那這個這個做的蠻 這個 他這個做的 只能這樣子而已 一點點 就是我還要把它想辦法把它掛 掛在牆上面 就是給大家 看一下 我的收藏品 這個一直沒弄 我在整理的時候 才發現 原來 我這個畫已經放了那麼久了 都沒去用過 還是得 用一下 好啦 就是這樣 各位